PS5游戏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4K30,2K60,还有1080P的120 你会怎么选 下面举两个例子 PS独占游戏蜘蛛侠2 它的高保真模式只有30帧 切回性能模式60帧之后 感觉丝般顺滑 再比如使命召唤20 它有120帧模式 切回60帧模式后 感觉卡的不要不要的 那你们说这60帧是卡还是顺滑呢 人的眼睛和大脑需要个适应过程 切换帧率之后开始有点不习惯 但是玩着玩着就习惯了 其实我也挺讨厌30帧 但实际上30帧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卡 想当年我在用PS4Slim 玩战神4和神秘海域4的时候 都是30帧 总感觉有点别扭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通关的人大有人在 一秒30帧的这点别扭 会被精美的画面 还有游戏内容直接掩盖了 再举个例子 使命召唤20的剧情模式 如果开120帧 会感觉特别的顺滑 射击的时候特别稳 但缺点是画面很糊 因为120帧的模式 它的分辨率是动态的2K 也就是不到2K的分辨率 场景 人物 甚至文字 都有点模糊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30帧模式的卡顿应该放弃 那这种模糊画面的120帧模式 是否该放弃呢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选择 比如使命召唤20的剧情模式 我是以体验为主 我是来看风景的 不是来竞技 不是比输赢的 我会选择4K60的高清晰画质 如果我玩使命召唤20的多人联机模式 这是以赢为目标 我会果断选择高帧率120Hz模式 牺牲画质 再比如蜘蛛侠2和战胜5 这种索尼第一方游戏 我会选择高保真VR40帧的模式 如果你用的是4K60的显示设备 那就更纠结了 要么4K30 要么2K60 你会怎么选呢